从这一期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系列 图说春秋战国 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会主要通过这张庞大的图片 来交代出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实习图 可以搞清楚复杂的人际关系 二是这张图片中的不同人物的位置 大致是按照时间标定的 可以很清楚地展示出某一年的时代形势 以及不同人之间的先后顺序 通过这两个主线为你清晰地还原出 春秋战国这个纷纷扰扰有波澜专括的时代 然后这张图呢还是要等到整个系列结束 更加完善之后再发给大家 不要来强调一下我们这个系列内容的定位 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前显 就是为你讲述一下 史记、资质通鉴、战国策、左传等 一些古书上的人和事 没有专业的名词 不探究底层逻辑 不总结历史规律 不挖掘绝对的真相 这个定位呢一定要看清楚 避免浪费一些人的时间 好那么第一期作为春秋战国的序幕 我们来非常简单的了解一下西州的历史 首先从一个不那么美丽的传说开始 地库的妃子江源在野外溜达 看见了巨人的脚印踩上去之后碰然心动 然后就怀孕剩下一个男孩 因为江源觉得不吉利 就把这个男孩给扔了 但是呢又因为种种神机护体 没有扔成 就又捡了回来 并且取名叫气 这个气长大之后 因为担任农师的工作 天下人得其力 于是地顺就好奇为后继 并且以鸡为师 之后他的一个后代是公留 或者是他的儿子庆杰 在滨建国 大概是今天的陕西滨县一带 然后接下来再往下传了几代 来到了古宫胆腹这里 此时荣帝来侵犯国民御战 古宫表示 他们是来抢人民和土地的 人民跟着谁都是一样的 不想要牺牲人民 来保证自己的军位 于是古宫就带着亲戚离开了 并来到了祁山脚下 结果兵人也扶老邪幼的 一起来到了祁城脚下 这个祁城脚下呢 就叫做周园 所以之后有种说法就是 之后周朝的周就是来源于词 当然更有可能的是 他们早就以周人自居 然后才将这片地方叫做周园的 这个我们就不去纠结了 的西州史的话 那么你会对上面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气这个名字 以及古宫胆腹迁徙的理由 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还是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这个定位是比较浅显的 不求甚洁 尤其是当代人的一些观点 以及最新的考古成果 DNA高科技的研究成果等等 都不在我们这个系列视频的考虑之列 我们就是先简单的读两本书 讲讲小故事 当然了还是欢迎对这些历史了解的 更深入的朋友在下面进行 比较深层次的其他角度的科普 好这是对我们的定位 再一次的做一个强调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因为古宫比较喜欢自己的孙子 也就是小儿子基利的儿子基昌 于是长子太伯和次子于众 就出奔到了京蛮之地 并且在那里建立了后来的吴国 基利在位的时候 与商朝发生矛盾 被商周王的爷爷杀死 之后由基昌即位 号称西伯 竹书记年上说 基昌长了四个乳房 先不说真假 以及是不是多数人 所认为的什么妇乳 这种说法呢 其实是一种对乳房的崇拜 因为这是养育生命的地方 而养育生命呢 就是君王要做的事情 与之相似的是 新唐初中说 李渊有三乳 即体现了这层含义 也又谦虚地表示 不能够超越古代圣人 这里我们需要适应一下 这种比较独特的跨人方式 西伯基昌战位期间 修情人证 李贤下世 以至于当时的 在遥远的孤族的 博依淑琪都来投奔 但是因为基昌表现出了 对商周王的不满情绪 被商周王囚禁在了右里 基昌的家臣们 就搜刮各种美女 文马以及其他的晚物 将基昌输回 回来的基昌 一边继续修行人证 一边就开始试探着 商王朝的底线 罚犬荣 罚秘虚 罚齐国 商周王听说之后说 不有天命乎 是何能为 压根就没有将基昌放在眼里 也就置之不理 第二年 基昌又讨怕虫和虎 并且见照封翼 进而将都城 从祁山的周园 迁到了封 问鼎中原的野心 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显露 但是仅仅又过了一年 基昌就去世了 他的大儿子 伯仪考死得比较早 由次子激发继位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周五王 注意周五王 这一个称呼的结构 周明显是国号 中间的这个五 就是士号 所谓士号 就是用一个字 来为先王 做盖棺丁论的评价 而这套评价系统 正是从周朝开始的 五王继位之后 就追涉自己的 扶起姬昌为文王 至于两个人 是什么时候开始称王的 实际的说法是 文王姬昌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称王了 大约在公元前的 1046年 五王激发带领诸侯 与商君在牧野大战 聚众一场胜多 商周王在昭阁的 露台自焚而死 商朝灭亡 之后激发并没有留在商都 而是霸平西归 并且将都城从封迁到了号 然而仅仅在 克商两年之后 周五王就病死了 又因为儿子的年龄比较小 五王想要传为 给自己的弟弟姬丹 综合考虑的 姬丹也并没有继位 而是用立了五王的儿子姬宋 也就是周的第二位君主 周成王 然后由自己来摄政监国 那么姬丹也就从 原来的周王变成了周公 周公辅成王成为天下美坛 那么这年的成王是多大呢 实际说是上代强宝 如果强宝指的是 不到一周税的话 那么这个说法 其实不太科学 因为周公总共就辅证了七年 之后就还证给了周成王 按照这个说法的话 当时的周成王 应该是不超过八周税 是不太具备执政能力的 不管多大吧 反正周公设政呢 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包括一同辅证的招工士 但是周公最终是 成功说服了招工 而还有一些人呢 是不能被说服的 影响也是更大的 比如说管书仙 五王激发 总共有九个同母兄弟 老大使博弈考 死得比较早 五王是老二 周公弹是老四 很明显中间还有一个老三 叫姬仙 因为被封在了管 所以也叫他管书仙 这里注意一下 这个命名的逻辑 中间加了一个书子 也正是这个管书仙 表达了对周公弹的强烈不满 其实理由也很明显了 毕竟按照年纪的话 应该是由管书仙 来当这个周公 来设这个政 甚至是来当这个周王 而此时却被封在了管这个地方 他被封在这里 其实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五王克州之后 鉴于上朝移民 还有一定的实力 为了安抚他们 让周王的儿子五更 继续管理上朝移民 但是肯定又不太放心 就将这个老三封在了管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五弟杜 被封在了蔡 就叫他蔡书杜 还有八弟处 被封在了霍 也就叫他霍书处 由他们三人来 共同的监督五更的一举一动 所以这三人 也被称之为三间 然而不满的管书仙 除了散布周公 将对城王不利的要言 颇使周公出外避嫌之外 还诱导五更等人 发动叛乱 一时响应着云机 周朝刚刚建立 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 被推翻的危机 大家就商量着 让周公回来收拾残局 但是城王并没有消除 对周公的怀疑 恰好此时发生了一场 比较强烈的自然灾害 刮了一场狂风 树木都被连根拔起 而当时的庄稼成熟了 还没有收割 都被吹倒在地 城王和大臣们都很惊恐 觉得一定是自己 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 就赶紧翻档案 结果看到了一个盒子 里面是当年武王病重 周公祈祷 用自己的命来 代替武王的誓言 这种事儿 其实也被无数的后人效仿 比如说蒙古的拖雷就干过 而周公弹的这个誓言 写的也是很有意思 他说自己比武王多才多艺 更能够把神鬼们 都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城王看了之后 赶紧问史官 这是不是真的 史官说是的 但是周公不让我们说出来 城王羞愧的大哭 于是就亲自带着百官 到郊外迎接周公 数值二人兵士前线 这一幕也感动了大自然 挂了一场反向的大风 把庄稼都吹得站了起来 之后由周公亲自率兵动争 平定了三间之乱 让周王朝顺利的度过这场危机 以上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比较综合的版本 史记上的记载和这个略不同 不过不重要了 反正听上去都像是一些传说而已 经历了这场动乱之后 周公开始思考 刚刚建立的周 该如何管理好 这么一大片广阔的土地呢 除了强大的军队之外 周公想到了制度 比如分封制度 也比如礼乐制度 周公传世的最重要的作品 就是周礼 里面详细的规定了各种官制 而蕴藏其中的 则是一整套的礼乐制度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场合 该用什么样的行为规范 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们不去评价这套制度的 优劣性先进性 以及它是否禁锢了人的思想 至少呢 他对当时稳定周朝的统治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00多年之后 从春秋进入到战国 礼崩越坏 诸侯兼并 周王朝 名存实亡 一个叫孔子的思想家 主张克己赴礼 这其中的礼 指的就是周礼 孔子为后人尊称为圣人 而周公作为更早的先贤 则是被称为元圣 周公虽然只设政了七年 但是却干了非常多的大事 上书大传总结为 周公设政一年就论 二年刻印 三年建阴 四年建侯卫 五年迎成州 六年制作礼乐 七年制政成王 这文武生权 这雄态大略 这工作效率 都是让后人叹为观止的 等到成王执政之后的内容 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了 算是继承了周公的政治遗产 顺势而为 然后等到了成王的儿子 姬昭继位 也就是周康王时期 所以历史上将成王和康王这段时间的统治 称之为成康之治 汉朝有了文景之治 之后则是汉武大帝的开疆特徒 隋朝有了阳间的开黄之治 之后则是阳广的千秋大爷 历史呢 总是惊人的相似 成康之治之后 就是昭穆二王的大显兵危 周昭王姬侠 一路南征 越过江汉伐楚 结果六世全军覆没 自己也死在了汉江之上 周木王姬满 则是有过之而入不及 虽然传说继位时已经五十岁了 但是极其的崇尚无力 而最让后人惊妙乐道的是 他的西正昆仑 并且去见了西王母 西王母呢 就是日后被神化了的王母娘娘 应该是当时的一个母系部落的首领吧 两个异性首领之间 可能是也发生了类似于 凯撒和埃及烟后之间的爱情故事 在一部类似于小说的书籍 《牧天子传》中 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两个人要分开的时候 西王母问 如果你没有死的话 啥时候还能来 沐王则给出了渣男的标准答案 说等我回去把一切安排妥当的 大概也就三年吧 结果沐王最终也没有回去 在《竹书纪念》中 倒是记载了第二年 西王母来看了周沐王 当然两个人之间的所谓爱情故事 应该算是一个传说 但是西正昆仑是真 而穷兵独武的周沐王 最被后人所批评的 是他对西戎的征法 据后患书《西枪传》记载 当年武王克商的时候 西戎也是前来派兵支持的 而等到了周沐王的时候 周沐王以西戎的朝贡不够频繁 为由前去征法 当时的大臣激公谋副表示反对 大概意思就是 西戎并没有做什么 应该被讨伐的事情 不能够无望的炫耀武力 但是周沐王没有听从 《史记》中记录此时出征的结果 是得到了四只白狼 四头白鹿 而更严重的影响是荒扶不治 也就是再也不来朝贡了 荒扶不治是人 但是对于作战成果上 后汉书和竹书记忆年表示 除了白狼和白鹿之外 还勤获了武王 勤获武王 这很明显是一场大胜 与司马迁所营造的 比较滑稽的 无功而返的结果是相反的 如果司马迁是故意遗漏的话 那么有点怀疑 司马迁是想要影射 穷兵独武的汉武帝的意思 周沐王总共在位了55年 那么最终的寿命可能是105岁 是整个西州在位时间最长 也是寿命最长的郡主 接下来的第六七八九位四王 被称为中期四王 没有什么太大的事 属于是普通的守城之主 而且守得也不是太好 贡王时期有个叫密康公的 得到了三个女的 他老娘说 这个你得献给大王 密康公说我不 结果就被贡王给灭了 读先秦历史最大的感受 就是这段时间的政治 还不太成熟 有些事情并没有什么 深层次的原因 纯粹是个人行为 如果上升到什么 阶级矛盾的原因的话 就反而会背离事情的真相 贡王之后是翼王 在史记中他叫姬田 而在竹书记年中 说他叫姬斤 不得不说这个姬姓的名字 很多姬姓都不太和谐 翼王在位期间的 武力输出值是严重不足的 被西融起不够呛 甚至还因此而迁都到了犬秋 那么不难想象 这位周王在国内的碰瓶 肯定是不太好 所以他死后就发生了 西州历史上 唯一的一次纪位乱象 就是没能够复死子继 而是有这一个叔叔 纪辟方纪位 西州的第八位君主 周孝王 他在位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将妃子 封在了秦帝 为自己养马 在妃子的经营之下 西州确实得到了一大笔财富 但同时也为 即将到来的春秋战国 这场大戏 培养了一个最终极的大波子 孝王死后 王位重新回到了 翼王这一支 是他的儿子姬谢继位 也就是周怡王 这个时候的周王 是已经急剧衰落了 有些诸侯已经不来朝贡了 但是这些诸侯的实力 依然还是弱于中央的 比如说周怡王 就因为谗言而杀死了 当时的齐国国君 齐埃公 对诸侯的国君说啥就啥 可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已经有人想要站出来 挑战周天子的权威了 比如说当时的 楚国国君熊渠 他说我们是满意 不用遵守中国的那一套 他将自己的三个儿子 全部封王 不过之后呢 西州换了一个猛人上台 熊渠害怕自己 卷入到了战争泥潭 就主动去掉了王号 那么这个猛人是谁呢 他就是周怡王的儿子 姬胡 周的第十位君王 周立王 他的猛并不是体现在武力只有多强 而是为人比较残暴 大臣赵公说 民不堪命矣 立王大怒 就开始到处监听高压管控 发现有人诽谤自己 或者是朝廷的 就抓来杀掉 结果是国人莫敢言 倒入一幕 就是熟人见面不说话 只用眼神交流 周立王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他说你看吧 没有人敢乱说话了吧 赵公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周立王依然是置之不理 然而三年之后 高压到了极限的国人 发生暴动 周立王被驱逐 跑到了治 大概是在今天的山西 立王的儿子姬静 来不及跑 就躲到了昭公的家里 国人听说之后 就围了昭公的家 昭公说 当初我劝谐立王 立王不听 如果今天太子被杀的话 那么立王会不会觉得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呢 于是就把自己的儿子送了出去 被国人杀死 太子姬静得以豁免 立王是出逃家外 并没有死 所以国家也没有立新的主人 而是由周公和昭公 二人共同执政 历史上称之为共和 这里的周公和昭公 应该就是周五王时期的 周公弹和昭公氏的后人 他们有很多的后人 一直是去了自己的奉国 就是鲁国和燕国 还有其他一只呢 则是留在了周王身边 时代辅佐 周公和昭公共和执政的元年 也被称为共和元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 有明确纪年的开始 换算成功力的话 就是公元前的841年 也就是说 在这个年份之前的年份 都未必准确 都是推算出来的 比如说五王伐周的 公元前1046年 就是根据彗星出现的 周期来推测的 共和14年 立王在志去时 此时的太子基靖已经长大 国内的舆论也已经降温 基靖就在周公和昭公的 扶持之下登上了王位 也就是周宣王 周宣王在位的早期 在周公和昭公的辅佐之下 把文武成康之一封 诸侯纷纷来朝 又在对外的战争中 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让周王是实现了忠兴 史称宣王忠兴 但是到了执政后期呢 对外的战士开始接连失败 尤其是与将士戎敌之间的 千五大战 周军惨败 损失了大量的军队 于是周宣王决定青脸户籍 想要以此来增加兵力和赴税 但是遭到了大臣的反对 因为周朝历来 是没有青脸户籍的协力的 大臣们认为 这是一种对外失弱的表现 会让那些不服从的人轻视 但是宣王并没有同意 毕竟当时的实力 已经不允许他再去强撑门面了 宣王末年又开始流行了 这样一句童谣 掩湖基伏 实亡周国 翻译过来就是 见到商墓造成的弓 和积墓造成的剑囊 周就要灭亡 刚好听说 当时有一对夫妻 在卖这些东西 宣王就派人 想要去杀掉他们 夫妻二人就开始逃跑 结果在逃跑的路上 还见到了一个女婴 这个女婴也比较有来头 但是过程比较扯 就不坠熟了 总之这个女婴不是很激励 这对夫妻收养了这个女婴之后 逃到了包国 再后来包国人有罪 就将这个已经长大了的小女孩 献给了周幽王 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儿子 此时已经继位 周幽王看了之后 非常喜欢 就把她拿入后宫 而这个小女孩 因为她来自包国 于是就有了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名字 包四 取包四的这一年 是周幽王在位的第三年 而在前一年 三川地震 这个三川指的是 京河 魏河 以及洛河这三条河流 也就是周王氏附近的 三条主要河流 都发生了地震 很明显 包四的出身和三川地震 都预示着周王朝的大傻将军 但是对于这样的形式 周幽王并不在意 他更关注的是老婆孩子 他坚持要废掉太子遗旧 以及他的母亲身后 而改立包四所形成的儿子 伯父为太子 公元前771年 遗旧的外公 也就是身后的父亲申侯 他联合了西戎 一起向周幽王进攻 周幽王便命烽火台 点起烽火征兵 但是之前为了伯包四一笑 而多次烽火系诸侯 那么此时的烽火 虽然依旧是狼烟直上 但是再也没有能够搬来一个旧兵 最终周幽王被西戎和申国的联军 杀死在了离山脚下 包四被西戎掳去 周王室的财富也统统被掳去 浩京也在这场浩劫中 千疮百孔断壁残垣 明朝九首家冯沫龙 在东周立国这里面 将身后这种行为 称之为开门一道 当然这并不是这个成语的来源 都城被毁 又有西戎的威胁 不得以周王室迁都到了 东周洛邑 史称东周 而东周也被分为春秋和战国 多年之后 一位东周的大夫经过孤独 看到昔日繁华的宗庙公事 此时变成了一片庄稼地 不仅写下这样一首诗 笔鼠淋漓 笔记之苗 行脉迷迷 忠心遥遥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悠悠苍天 此何人在 从公元前1046年 到公元前的771年 将近300年的西周 走到了尽头 波澜壮阔的春秋战国的大墓 即将拉开 这一片庄稍后